最近呢南蘑菇佑明在写真集发布会上的举动做法再一次刷新了大尺度的下限 那不多说反正看完以下的视频呢 我保证您能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做节操碎了一地 不好意思真的 佑明我帮你擦汗可以吗 可以啊没问题 哇 中前有 中前 哇这皮 不仅接受了女记者的擦汗好意 顾佑明还主动承开皮衣 紧接着两人的对话 更只让人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哎呀怎么当一直流 我看都心肠了 这么热 因为我发现好像今天好像很多记者都是美女嘛 然后这么这么近的去贴近我 所以我汗就很不自觉就出来了 打开了打开了 OK 哇 哎呀怎么流汗流成这样啊 太热了真的太热了 嗨各位不要客气 都弯腰剪剪地上的鸡皮 顾佑明是谁 没看这条新闻之前 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 没几个听过这个名字 见过这张脸 作为一名模特和演员 另外身兼明星私人健身顾问 顾佑明的知名度实在不高 当天从女记者主动示好 到顾佑明欣然接受 再到顾佑明扯开衣服任人拍摄 这一段记者调戏艺人的戏码演得如此水到渠成 如此敬艳 如此不带平顿与曲折 不禁让人疑惑 这也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托吗 佑明我帮你擦汗可以吗 可以啊 谢谢 哇 超前也有 拿普通人的逻辑来看 顾佑明四肢健全 难道不能自己擦汗 而谁又会无缘无故 接受一个陌生人 如此需要身体近距离接触的请求 更何况顾佑明还是个艺人 拍摄写真时都需要工作人员帮忙清场 怎么现在尺度又那么大了 很多同事他会去帮我围上 然后等于说 把周围的一些游客给全部去挡走 然后尽可能不让他们去靠近我 打开了打开了 OK 哇 顾佑明与女记者的一搭一乘 怎么看都跟彩排过似的 再回过头来看整个采访过程 顾佑明左一个黄晓明 右一个王妃的 我版面是不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呢 很多人会说我是小黄晓明嘛 对啊 那感觉这个 觉得怎么样是小黄晓明 因为我觉得小明大哥 其实是我最尊敬的艺人嘛 然后他很努力 然后也很出色 然后我能够像小明大哥 其实是我的荣幸啊 真的是我的荣幸 当时菲姐是刚刚付出的时候嘛 我会去带他做一些体能的训练 然后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 娱乐圈新人尚未方法很多 但想真正得到更多人的喜爱 拿作品来说话才是王道 新闻了再线台北采访报道